能够把堂尸发挥的这么零零劲势 而且配合洞察 那实在是非常不简单 相信他们对这一段表演下了非常大的风 我们大家给他们再次的热烈掌声 下一个节目由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台风或洪水来的时候 常把吊桥冲走啊 人们不是摔死 又是涉水时被洪水冲走 所以乞丐又花了一个大宏愿 既然每年都因为吊桥而被冲走 那我干脆发这个洗顿 我把每天洗澡的钱吹起来 来盖住水冲桥 这样村民就不会被水冲走了 于是她努力了洗起十年 只存下了两两银子 有一天她到园外家 通通通通 喂 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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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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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眼刚刚说 我现在在这边给这位乞丐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现在给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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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存了多少钱 我才存了20块钱 什么 20块钱 20块钱我要盖一座水泥桥 什么 20块钱你要盖一座水泥桥 对 小鞋子在盖水泥 对 刚刚我现在说你的感觉 20块钱盖水泥桥 你说对吧 对 对 20块钱 哦 不是啊 那你拿我去哪 蛤 水泥有一些钱 我来盖水泥桥 哦 哦 虽然园外好小乞丐 但园外想想自己这么的有钱 却没有想过要盖层合理 觉得很惭愧 便告知了 乞丐 阿龙 这样好了 你 你港澳里面有很多 真的没有办法盖一座桥 真的 不然 这样好了 我 我出钱 你出力 好 阿我们共同把这座桥盖好 你说好不好 好 你出钱我出力 ok ok 那 那个 这样子啊 你不要去当乞丐了啦 你就当这只 建座这座桥的进攻 好 不当乞丐 对 不要当乞丐了好不好 好 加油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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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但是他每天还是很努力的去监工 你们不要有瞎的左眼我什么就看不到 你看我还会自右眼 来你你你 今天把这个石头再移回去 你你你那座山放在这边不要动 那座山有改改的大一点 又有一天山上的大石头滚落 因为他的左眼看不到也来不及闪躲 刚好大石头压到他的右脚 右脚 右脚 为什么学生的人觉得这个膝盖怎么这么的倒 为什么说好事会演好小费呢 虽然如此乞丐人来出气的还是每天的白鞋 什么的东西 你们要有瞎的左眼球的右脚 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你你今天把这里绑完工 我们再剩几天就完工了 终于好不容易把这一座桥终于完成了 在雪凌桥目前那一天呢 村人想起最有功法的人呢 坐下桥子然后过桥 于是大家想了又想 终于想到最有功法的人应该就是这一个期待 就是我 于是请他上了桥子 跳下桥子 跳下桥子 那个小色 永远在白鞋 当大家抬到 把他抬到桥中间的时候 突然起天来的大雷霞 当场就把这个乞丐打死了 大家又觉得怎么这个乞丐这么的倒霉 正当时刚刚好徐岸大人路过此座桥 徐岸大人 徐岸大人 这个乞丐的事迹 这是什么情形啊 好 原来如此 真是好心没有好报 于是徐岸大人很赶快的在乞丐手中写下了 好心没有好报 你安息吧 第三步 回到京城中 徐岸大人于是上朝 向皇上引报此次出行的行程 回程后见往上 爱心快平身吧 谢皇上 我说爱心啊 这回辛苦你了 不会不会是应该的 回程应该做的事 这回你带正道明天去行事 可有发生什么样的起案呢 有啊 说到这个起案 就在中秋晚中秋节那天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有一个起案呢 非常好心非常的发心 他盖了一座桥 便利了所有的村里 结果呢 他在这过程之中 瞎了眼睛 又瘸了腿 最后 在完工那天 还变了一死人啊 真有此事 真的啊 就在中秋节那一天啊 中秋 那不是王太子出生的那一天啊 诶 唯程 臭小也有听说 王上姓德一龙子 真是 贺喜王上 恭喜王上 讲到这个王太子 那是让这三老金啊 然后丑一出生了 就一直哭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的问题啊 爱心啊 有一阵到内部去看看这位王太子吧 是 于是时间到了内部 果然王太子哭到不已 王上姓德一龙子 太辛苦 好像是 刚出生的王太子 你看 他的手还一直都握着呢 真是不会是龙子 诶 你手都闪得这么大 真是技衣的 哇 来 诶 诶 因为 他突然间想到 原来 王太子就是乞丐转世的 所以 他就把 雷字擦掉 上面有我写的字啊 好心 有好报 就成为了 好心有好报 他知道乞丐这辈子 很注定要成为乞丐 而且 有一世也会 用脚残废 左眼瞎 但又有一世呢 会被雷劈死 但是因为他这辈子呢 发跃 造草给人民 使得乞丐呢 可以一世三修 把过去的业障呢 撩完 投胎到富贵人家 其实 好心是有好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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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吴塔伟的表演 我们再次热热打声